欢迎收看这期新闻,我是徐晋日 原定8月1日实施的垃圾征费 消息说会再压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 官员明天将会到立法会交代 黄家俊报道 两度压后实施的垃圾征费 有可能要再度延期 消息说政府不会预期8月1日全港推行 而现有的指定垃圾袋存货 会考虑派给公屋户和学生 作宣传教育的用途 立法会两个事务委员会 星期一下午会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垃圾征费的未来路向 想问垃圾征费会不会延 我想明天副司长和环境局局长 他们明天会在立法会有开会 应该关于识人私事计划的报告等等 环境局局长他们明天都会说 政府上个月起 在14个地点先行先市收集数据 在座部署 4点之一的荃湾满落大厦 有居民赞成推迟垃圾征费 我非常同意 他非常妖民 为什么呢 你自己用了 他很多配料都做不好的 环境不是这样做起的 是应该从教育做起 不是靠用征费去做起的 而且其实你好像厨余那样 你找一些老人村来做你 但他要个阿婆天天走几寸 走一两转到厨余 其实是不是很妖民呢 我都觉得妖民的其实 为什么呢 平时都有用交代 不需要再额外再整个交代 厨余那些我很赞成的 政府早前公布两个月先行先市的结果 部分公司仍住宅 食市和商场试点的垃圾棄置量 没有小度 六成住户的回收量不变 不少市民都反映垃圾征费扰民 而且收费太贵 前线清洁工也都说工作量大增 有线新闻黄家俊报导 有立法会议员认同暂缓推行垃圾征费 担心如期全面实施可能会引起混乱 我认为比较实际可行 政府先暂缘 在8月1号推行全面的垃圾征费 但是暂缘就不应该是暂停 又或者甚至停止减费 又或者鼓励市民循返回收的工作 其实一定要认好现在 民间对于回收的疫情 对于减费的动力 第一是增加配套措施 第二是进一步做好公正教育 让市民可以改变生活习惯 沙田污水处理厂中午传出异味 渠务署说是喉管故障污泥日出导致 渠务署在社交平台说 沙田污水处理厂污泥和厨鱼共消化系统 其中一段喉管临近中午故障 厂房内有少量污泥日出 厨房已经即时紧急维修和清理 就事故引致的不良气味 以及对沙田区市民造成的影响 表示协议 索敦华丰大厦三级大火之后 消防处巡查200多栋旧式商住大厦 锁定由尖望5栋宾馆较多的旧楼 防范再发生大火 王展熙报道 占沙咀重庆大厦是其中一栋被消防处锁定的大厦 主要是因为里面有过百间宾馆 大厦还有食市和不同商铺 人流相当多 住客不太担心消防安全 当尤千烤燃啤估点 每个关键中inha在沙田利万多 你可能会 clerics或 我一直看不属 但非坚主观 其餘被鎖定的四棟大廈分別是尖沙咀美麗刀大廈 由麻地平安大樓 旺角的新興大廈和鮮詩大廈 都是賓館臨立的雙住樓宇 消防署主長楊恩健接受報章專訪說 鎖定這五棟大廈希望減低消防風險 其中鮮詩大廈有70間持牌賓館 法團剛剛收到通知要維修房煙門 大廈被點名會更加著緊跟進問題 消防設備是否合作 和我們增加一些基礎的圖身指示牌 華豐大廈大火之後 消防針對巡查大約239棟舊式雙住樓宇 發出600多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大約一半涉及堆放雜物阻塞消防通道 四成半是防煙門長開或受損 部分大廈消防設備因為保養不足無法正常運作 九成大廈短時間內跟進問題 儲房今個月中已經列出消防改善工程的 註冊承辦箱給市民參考 有線新聞王展希報道 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明天在南韓首爾舉行 總理李強抵達之後 和總統韻石月雙邊會談 兩個人會談前握手合照 李強表示中韓要堅持相互尊重 透過平等對話和真誠溝通 不斷深化兩國友誼 中方願意和南韓共同努力 堅持做彼此信賴的夥伴 尹石月表示 兩國過去30年克服不少難關 並為各自發展作出貢獻 上方須保持緊密合作 加強交流和追求共同利益 立陶宛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 選民陸續到票站投票 預料60歲的總統魯塞達 將會繼續在這輪投票佔優 她的主要對手是唯一一個參選的女性 49歲的總理希莫尼特 魯塞達在月中首輪投票 以4乘4得票率領先 但未達一半的門檻 所以次輪投票決勝負 魯塞達對俄羅斯的立場強硬 視她為立陶宛和民主世界的敵人 必須全力抵抗莫斯科 希望尼特也曾表明若成功當選 國家親歐、親西方的方向不變 不過兩人在部分國內政策全有分歧 包括是否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 回來新聞時間 廉政專員胡英明帶領大約50位世界各地反貪人員 到湖南省長沙市展開3天考察培訓課程 課程由廉政公署、香港國際廉政學院、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合辦 來自全球近20個反貪機構的人員 實地視察國家反負工作 到訪當地大型企業 胡英明今日與湖南省監察委員會主任王雙全 回面交流反貪工作 說今次考察未有受複雜地緣政治影響 多個國家反貪執法部門踴躍參加 規模前所未有 充分體現彼此對深化合作 打擊貪污的重視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率領司法機構代表團 星期一到上海同浙江訪問5天 成員包括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朱芬玲等 會與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鄧修明會面 並出席座談會 與內地法官就法院運作與商業訴訟 與使用科技等議題交流 張舉能離港期間 由中審法院常任法官李懿 處理中院首席法官職務 香港是雲南最大敬外資來源地 港資企業佔雲南外資六成 由本港的物流、營銷等專家 到當地考察、開拓商機 期望為香港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林可欣在雲南報道 由香港出發的考察團 上個月到雲南考察五天 參加了不同的座談會和交流活動 歡迎 雲南政協去年開始計劃用五年的時間 邀請超過一千個香港企業家到雲南考察 今年參與的博幾間港企來自餐飲、能源、旅遊、電商等各行各業 我們真誠的希望 更多的港資更向雲南產業轉型升級 今次的考察團分幾個路線 香港的企業家會去到昆明、曲靖 以及雲三、紅河等地考察不同的產業 參加招商引資推介會 雲南盛產茶葉、蔬果、咖啡等高原特色的農產品 由香港供應鏈公司認為 當地企業可以和香港的品牌包裝、檢測等專業服務合作 將產品國際化打入香港和海外市場 借船出海 借香港的這條船很豐富的國際資源去出海 這個是Win-Win的 一方面對於雲南來說 省了時間和溝通的成本 一方面我們香港的中小企有多了一些機遇 多了一些生意去做 隨團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 內地幾乎每一個省市都有潛力和港企合作 香港近年經濟真的受到比較明顯的下降壓力 尤其在對外貿易方面 如果能夠準確地對接好 在一方面讓雲南好的產品能夠通過香港走出去 同時也可以為香港的貿易服務業 香港的第二大對GDP的貢獻產業 我們可以有所發揮 使得香港經濟可以止跌回盛 她說國家提出新的現代化目標 香港各行業的商會可以多些到內地為中小企發掘商機 將香港所長融入國家的發展 有線新聞林可欣在雲南昆明報導 房屋處上個月起展開第二輪公屋入息資產申報 署長羅屬佩話 有大約300戶主動通知房署交回單位 申報涉及25萬公屋戶 羅屬佩話 時至上個星期只獲獲2成7住戶大約6萬8千份申報 申報期月底結束 廚方收回所有申報表之後 回到土地註冊處跟進及核對 另外去年9月至今 有190宗濫用公屋成功舉報個案 當中物館及互惠公司成功舉報28宗及8宗 這些公司下次投票會獲加分 羅屬佩話成效顯著 社區組織協會推算 有25萬人住在劏房等 不適設居所 公屋以外 最多人願意接受同區的過度房屋 協會今年1月至5月 用問卷調查 大約500個不適設居所住戶 入息中位數11000元 七成人居住面積人均低於5.5平方米 以房處公屋租戶定義屬於擠迫戶 有6成受訪者有申請公屋 普遍輪候多過6年 除了公屋之外 最多人接受原區的過度房屋 其次是市區簡約公屋 不希望轉區主要不想子女轉校 擔心影響學業成績 協會根據前線外展探訪經驗 推算全港有近25萬人住在劏房、板間房或天台等不適設居所 積金2平台下個月26日投入運作 積金局行政總監鄭恩次表示 平台將所有行政工序化繁為簡 方便打工仔整合強積金戶口 黃卓恩報導 籌備多年的積金2平台 還有一個月就開始逐步投入運作 到時打工仔可以透過平台 親自打理自己的強積金戶口 積金局行政總監鄭恩次接受本台財智商傳訪問時說 由當局牽頭發展的積金2有助降低行政費水平 間接提高強積金回報 估計頭兩年行政費可以減少超過三成 頭十年減幅最多可以達到五成半 我們估計300億至400億這個金額 這些金額全部不是我們公司代的 我們因為非毛利 我們會將這些減少的成本 省了的成本 就會轉移給這價格成員 即是進入他們的袋子 即是說其實很多時候 打工仔都希望回報高一點 回報的東西很難說 視乎你投資什麼 但是在收費方面 如果我們能夠令收費越來越低的話 其實變相打工仔的回報是會好了的 積金局將會根據受託人的資產管理規模 由細至大逐步安排他們旗下管理的帳戶 轉移至職金義平台 鄭欣次提醒僱員和僱主 耐心等待受託人的通知 才到職金義登記開戶 一般來說 現在的安排 譬如說6月26日 就是第一個受託人上台 我們就會在6月12日 即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或者兩三星期左右 就會開放 給那個計劃 即是要上台的計劃的成員 或者僱主開戶 受託人發一些通知 給那些成員僱主 告訴他們 你何時可以開始登記 其他其實是不需要做任何事 他又說外於手續繁複 過去十年平均每年 只有18至20萬個強積金戶口 進行整合 數目不算多 但積金已落地之後 相關程序將會顯著簡化 相信有助打工仔妥善整合戶口 有線新聞黃翔安報道